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今天是星期五 那都會有一個週末的效應 前面可能漲比較多的 禮拜五你就會有賣壓 因為大家要過週末了 有些人可能就持銀寶泰先賣一些 然後也避免週末可能有一些 就是主發事件 週末前賣壓稍微都會比較多 但你說真的很多也就還好 盤中華一度翻紅漲26點 然後最低的時候跌56 目前錄影時間還沒跳這回盤13點26分 跌大概30點 所以就是一個整理 這個就是我說的 最近美股歐股亞股 普遍來說都是這個整理的態勢 好像大家都說好了 我們最近就不要太大的動作 所以台股最近也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這高檔橫盤多久了 從六月份以來幾乎都是橫盤 所以慢慢盤上去又創了新高 但是幅度都很小 那我也說我喜歡這種行情 你真的從這邊給我長到一萬八一萬九兩萬點 那我還要比較緊張一點 你長太快你終究要回檔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指數就卡在這邊 不要動三個月最好 那就各股各自表現輪流表演 那你就會有很多 這個禮拜的股票做一趟 下個禮拜的強勢股再做一趟 再下下個禮拜的新主流再做一趟 你有很多輪流賺錢的機會 你才有機會333就是三成賺完再三成再三成 不然大家一起上去一起下來 你就賺一趟 跑不掉你還吐回去 那種全面大漲的我最討厭 我最喜歡這種橫著走 然後各股表現 這就是我們最容易賺大錢的 是賺很多的行情 因為你有很多輪流操作的空間 那原則還是一樣堅持只買精品股 鄭老師買的都是那種數字最強 展望最強 或者接單最強 報價最強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當你有最強數字表現的時候 當市場進入一個比較正向的時候 我們的股票真的是比較翻天 以金融科來說 這波最低的要162 到6月8號禮拜二 這是上禮拜二 漲停滿來到374 三禮拜三393 三禮拜四398 禮拜二要過節前 拉回亮縮換手 過完端午節之後就禮拜二了 收板就直接收406.5元 又回到400至少 然後禮拜三 分完交易前的最後一天 稍微量縮整理一下 昨天又再創新高 來到428 今天漲的最高來到433 433 已經又再創這個波段最高 那 剛好遇到週五 所以有點小賣壓 早上創高 然後壓下來 就跌也跌不下去 目前29分 剛剛一度拉回平盤 目前是小跌一塊錢 就看等人收盤怎麼收 人則上就是一個 大漲小小小小回的格局 超級強勢 昨天的量是3587張 今天不然最後一盤 連2000張都不到 最後一盤目前開出來了96張 說417 417 所以今天就是跌一塊 所以昨天解除分擔交易 恢復正常交易的第一天 量3500 現在回檔一塊錢 量馬上收到不到2000 這個就是所謂的超強充滑表現 意思就是告訴你說400塊以上 沒有什麼賣壓 那為什麼沒有賣壓 看紀錄線型這邊這麼大的量 怎麼看都有一堆套牢賣壓 這四根5000多張 5900 7600 7200 第二這四根加起來 就2萬多張去了 可是怎麼漲到這邊沒有什麼賣壓 因為其實我已經解釋過了 買在這個四五百塊的 一堆人跌破200塊的時候 全部砍在地板 一堆啊 沒辦法 這不能怪大家 因為好好一堂股票 從一個月之內 從615跌到162塊 連政論節目都人人喊打 把沒有的事情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周刊也在罵 然後政論節目也在罵 搞得好像說他是兩岸政治上的一個 什麼罪人一樣 莫名其妙 所以股價一路崩跌 從615跌到162塊 今天如果沒有你沒有我在帶領的話 其實砍在地板也是人之常情 但也因為很多人受不了砍地板 所以這邊換手量沒有比這邊少 所以如果說買在這邊的這邊都砍掉了 那這邊買進去的這裡不想賣 那你說400到520塊這邊會有什麼壓力 我就說他的壓力會比你想像中的少得相當多 因為第一檔就已經換過手了 那5月的獲利是0.59 持續往上走 那6月份已經說幾有機會會是一個引爆點 因為可能會有第二階段合約的Face 2的NRE 就是全力金 我個人認為6月份應該有機會看得到 因為6月份又是結季報的最後一個月 所以這個月多認一點 把季報撐上來弄漂亮一點 我覺得合情合理 因為這個季報非常重要 第一季的進值已經來到了8.54 過去兩個月都賺超過5毛錢 已經超過1塊 6月份只要超過4毛 進值就超過10塊錢 所以這個6月份的數字至關重要 進值回到10塊 就準備可以開放信用交易 進值回到10塊 本土法人想買的超盤人經濟經濟人 他也比較好出報告下去買 因為在財務上的一個條件 他就比較符合一些投信法人的內規 所以這至關重要 所以我們6月份的營收 只有機會是個引爆點 而且他不會只是一個月的好 因為Face 2的合約一旦勒的話 那是勒 沒比勒勒超過一季 通常Face 2是Face 1的全力經 通常是兩三倍通常 然後7月份如果說 在7月底可以tap out 只要你稍微對ASC的相關的產業有所研究或了解 你會知道一個案子接案去做電路的設計 然後最後到tap out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代表前三分之二的階段都已經完成了 一旦設計定案後面就是除一些bug 那再看看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後面就準備要開光照 要投片 所以一旦在兩季之內 順利小量產 然後明年大量產 營收跟現在一個月7000多萬 就不是同一個檔次 到時候可能增加是好幾倍 三倍 四倍 五倍都有可能 所以那個就不是同一個檔次 所以到時候等量產我們再來推估營收 你說現在7000多萬 如果明年一二季營收變成三四億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你去看四星當初營收怎麼跳 從三億 四億跳到十億去 那經濟科基期第一千只有7000萬 收入都全力金嘛 當要真的進入量產值的時候 那個營收跳幾倍上去那是看得到的 有七月份自為關鍵 一旦加上去又不得了 八月份公固季報 那淨值就渴望超過10塊錢 而且第三季業績 我們估計較明顯高於前兩季 因為我預估第三季也會有新案 第四季也會有新的案子 行政電腦的案子進入第二階段 tap out的話又可以認得更多 新案子再跌 第三季跌一個 第四季我再跌一個 那明年又量產的話 那明年的營收跟獲利 你說是現在的10倍以上 我都覺得一點都不會意外 所以我的看法不變 就五月六月七月這三個月 三個月剛好一季 蓋牌一季一張都不賣 一張都不賣 因為就從現在看到明年去 在數字上有最大最大的爆發力的 所有的台股目前第一名 仍然就是金利克 所以我們從去年9月份買76塊 到現在都沒賣 也因為我們當初買的夠低 所以615殺到162的過程 我們還算挺得住 那也因為他本來就不該跌 所以怎麼下去就怎麼上來 現在漲上來又漲了160%了 在未來一個多月 我相信超越高點應該不是問題 那也從162漲到438了 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我想我的看法 最後會得到驗證 那IP股其實最近非常強 比如說整理好幾天的力旺 盤中一度差一檔就要量能漲低 最高價來到1270塊錢 這個價格又再創了掛牌以來的新的天價 所以金利克先超跌之後強力V轉 M31金星科創意甚至至圓 很大能而至圓最近都漲 那力旺這一波首先站上千元之後 現在已經把天花板 IP股的天花板已經頂到快要1300 這代表後面IP股都還有非常大的上行空間 因為有一個人在往上拉 那跟力旺最像的就是M31 上週五385附近進場 當年所漲停396塊半 然後過後段午節回來 最高漲到430塊半 禮拜三大漲拉回 我說馬上急縮 這是最強籌碼的表現 跟今天的金利克一模一樣 然後禮拜四馬上又衝一個新高438.5 今天早盤表現也不錯 耳盤跟著市場賣壓掉下來翻黑 收盤跟金利克一樣又拉上來 中場金利克小跌一塊 M31小跌兩塊錢 兩家公司哥良好 最近的股價常常都打成名手都在隔壁 一個417金利克 然後M31目前418 首牽手可能準備重回500 我認為6月到7月這段時間 營收公告的這段時間 很有這個條件 M31主要客戶是晶圓代工廠 台電跟三星 高通新的晶片也要用到它的IP 所以QoKong是新的客戶 它會下單給晶圓代工 然後從晶圓代工這邊再搜尋一金 所以它都是最強客戶 6月份跟金利克一樣 我認為也是一個營收的爆點 可能金利克營收如果6月份爆上去之後 後面可能就不會下 那M31也是一樣 因為它的佈局已久的5奈米7奈米的新的IP 6月份開始任列的第一個月 那5奈米7奈米是先應製程 那推進的速度比力旺還快 那半導體的世界是這樣子 10奈米跳7奈米5奈米 那個相關的什麼光照費用 什麼IP的費用 那是倍數在跳的 倍數在跳的 因為那難度高很多 所以當6月份開始任列新的IP的時候 營收將有機會挑戰歷史新高 如果營收可以來到 它的新高是去年12月份的1.26億 如果說可以來到1億2 我估計單月超過2塊 如果超過新高到1億3 就賺2塊半 一個月一個月 所以第二季我估計可以賺大概超過3塊錢 那新的IP一旦收 開始收 代表金元代工開始用了 它不會只用一個月 因為金元代工的生意是每個月都在做 所以這個月要開始用 後面就會用 所以它零收就會 比較穩定的就上去 所以如果說第二季可以賺超過3塊錢 新的IP第三季 第四季會越收越多 下半年單月就會有5塊錢 那5塊錢多不多 我們就看利旺 第一季 稅後獲利是3.85 一季3.85 股價1,270 跟利旺一樣 百分之百就是IP股 客戶也都是金元代工 利旺可能比較多聯電 也有台積電 M3E主要是以台積電跟三星為主 他們基本上營運的模式型態 是一模一樣的 但目前股價一個是1200多 一個是400出頭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如果下半年第三季的獲利 不只是追上利旺 而且超過的話 那我說股價只有三分之一 股價只有三分之一 這比價空間實在太過巨大 但你要我說現在400要去追1200 我也覺得很遙遠 不必要一次看那麼遠 所以我就說 就跟經濟科一樣 我們從哪邊跌下來 但當後面的數字要創新高 那股價只要回到前面的高點 其實那就很多很多了 因為買385 如果說可以漲到超過534塊的話 那也是超過四五成 所以我才會說 現在的行情 進入到一個比較區間整理的階段 那這個是我最喜歡的行情 因為有時候你會看到IP股冒出頭來 有時候你會看到MCUA很強 那有時候是快充IC 然後輪來輪去之後 可能車用也上來 可能散熱股今天也上來 所以很多族群他在輪漲輪動的架構之下 如果說你有能力去抓到那個輪動的架構 每一兩個禮拜抓個一兩檔的三成的股票 那不得了啊 三檔三成就是一倍 所以我們從五月底什麼立台啦 金像光啦 通家 亞信 M31 當然都大賺了 就這樣子一路翻下去 那獲利是非常可觀 尤其是我在帶家務成員做操作的過程 我們的持股其實都很精簡 大概有時候大概就三四檔四五檔 最多不會超過七檔 而且我每個禮拜有時候可能就只有鎖定一檔到兩檔股票 而我也不亂出手 比如說小亞信 我是等了兩三天 昨天開盤給我等到先往下殺 盤下馬上帶家務成員進場做買進 因為昨天之前股價太強我不想追 昨天一翻黑馬上買 當天馬上亮燈賺漲停 意思是買盤下的當天賺十幾% 這就是事實 這就是事實 那今天早盤又翻黑再買一次 然後盤中最多漲7.6%又再上新稿 兩天最多最多賺了18% 就是要嘛我就不出手 要嘛我們買就是要買最強的 抓就抓最強的 而且抓到那個最好的買點 一動手下去 兩天十幾%就起來了 照這個速度再過個兩三天 Maybe又三成 所以其實我們在操作股票三成三成的績效 在那個行情很穩定的時候 那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賺一倍不是問題 那說實際上想想 目標五成空間 是不能不買的標的 不能不買的標的 那這張比較清楚 因為他跟亞信一樣 聯發科估計會拿下兩桶一間 聯發科會跟他在工藝電腦物聯網做深度的合作 會幫他找客戶 幫他藥產人 那他IC如果說產品不夠 聯發科提供相關的IC 讓他配套一起銷售 所以聯發科在拿東西給他賣 所以後面這個營收會成長非常大 也搭上一G升級2.5G的大趨勢 但是未來三年他跟亞信都一樣 聯發科一個月的營收400億 亞信跟小亞信營收都不到1億 只要未來放一點訂單支援給他們 營收從不到1億 成長到3億5億10億 5倍到10倍 那是基本的 所以三年成長趨勢明確 這個就跟當初我們買76塊經濟課一樣 我看到是好幾倍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一檔要翻好幾倍的噴出股 所以是不能不買的 如果你有興趣 一樣廣告中電話打電話來 說我要跟著鄭老師買小亞信 下禮拜一只要有好機會 我帶你一起進場 一起賺這一波噴出的大行情 等會我們再聊小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除了小亞信 亞信本身 盤中一度回到平盤 中場下跌5塊半 一來因為今天是週五 所以短線從12030漲到178 有點小賣壓 這很合理 而且今天是被五分鐘分販交易的第一天 稍微消化點賣壓 但量能也馬上就縮下來了 因為分販交易從7700多張縮到2600多張 預期後面因為分販交易量會持續的縮 但是從頭有太好 因為聯發哥持股超過三成 原始的股東持股也超過三成 所以有超過六成的籌碼在大股中的手裡 這些都不會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聯發哥進來之後 它那個溢柱資源的能量太大了 後面是要翻好幾倍五到十倍的成長 所以從我們上禮拜三買135 買完很快就鎖漲停 禮拜四也漲停150 然後再來漲到164 漲到170塊收盤 然後禮拜三最高178 昨天收174塊半 今天分販交易 拉回量馬上縮 這個賣壓非常少 五月圓收逼近一億 創了歷史新高 單EPS估計超過六毛 聯發哥一樣 就帶產能 帶客戶 還提供IC給他一起銷售 年底估計上看一塊錢的獲利 明年五成起跳就是照過一個股本 問題是 它成長超過三四年 零收當它翻五倍到十倍的時候 未來的獲利是幾十塊錢 所以一樣 跟當初經濟課一樣 是好幾倍的空間 但是先不用看那麼遠 我認為股價回升過高 這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雅信目前分盤 就讓他先整理一下 再來重點是小雅信 小雅信 他是要翻好幾倍的噴出股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跟著我賺 那種大波段翻倍再賺的股票 這檔不要錯過 一定要買 利用周末的時間打電話來說 我要跟鄭老師買小雅信 禮拜一 但你經常買最強噴出股 所以要稍微順利 周末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